我們現在人在石牌捷運站二號出口 我們今天要來參加一場 單車通勤日請你喝咖啡的活動 但我們會從石牌捷運站二號出口出發 總共會有七個站點 終點站我們會在劍南路站 跟琳達不見不散 那我就先來去找石牌站的咖啡師 順便看一下今天約騎的朋友有誰起來吧 GOGO 已經有超多人了耶 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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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嗨大家早安大家早安 我們已經到第一站了 也就是捷運石牌站 好 那我們今天的任務呢 就是要跟各個咖啡站點 使用一包餅乾來交換一個咖啡師的故事 所以我們特地準備了就是喜漢兒烘焙屋 他們精心手工烘烤的手工餅乾 對 那就要請你跟我們分享一下 有沒有一個就是你在擔任站長期間 比較有趣的事情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這裡算比較多老人嘛 因為附近有龍腫 所以像之前就有一個朋友 他是要去龍腫復健 但是他本身是會畫足的 所以他就幫我們畫了一個素描 看一下或是 這是畫你們在就是擔任咖啡師的過程 對對對 他一直要我tag自己 但我有點拍誰 哈哈哈哈 他是很想加你好友 哈哈哈哈 感謝感謝 所以石牌站是一個比較年長一點點的客群出現的一個站點對不對 對對對 感謝你分享 那我們待會就繼續出發前往下一站 我們下一站就去知山站 OK 謝謝 好 祝你好運 忘記一個重要的事情 我們是來喝咖啡的 他喝冰的還是 欸 有冰的喔 哇太讚了 一點點就好 我這個要裝七個站點可能會滿出來 好 謝謝 謝謝 太讚了 下一站 知山站 GO GO 我們已經來到知山站 結果好像沒有看到咖啡師 我們也等了一下 但我們因為時間關係不能待太久 我們只好 直接到下一站 原山站出發 我們現在在原山捷運站 原山捷運站在那邊 但他們的咖啡站點在這邊 現在剛好有客人 我們這邊剛好臨近那個明文高中 我有一次在發咖啡的時候 突然間就有一位學生 唯一一位也就是從此至今 就是那麼一位學生來 然後我說 欸 弟弟你懂喝欸 他也是一樣 就是在這邊吃這些U-bike 對 結果他跟我說 沒有我幫我老師拿 幫我們老師拿的 幫我們老師拿的部分 這樣拿完之後 你學分就會過了 對 他就是這樣 他就是這樣跟老師拉攏關係 對啊 我說原來學生其實 這個老師更聰明 要認識一下 不知道是哪位車友 對 真實重道 good job 會來裝一點咖啡嗎 揹測一下 試一下 我不敢說我們這邊最好喝 但我們一定最冰 是冰的嗎 太棒了 我很怕一直裝熱的 還好這站也是冰的 對對對 試喝一下 過冰不用錢 OK 那我們下一站 前往西門站 OK 感謝你們 OK 加油 Good job Thank you 西門站出發 沒問題 我們現在在台瑞山旁邊 超多人 往西門町前進 Go Go 上次來這邊是來 四大運封街 然後跑 聖火的時候才有跑車段路 太久以前了吧 欸等等 你們在哪裡 你們太快了吧 我們快到第四站 快到西門町 喔等等 我們已經到第四站 琳達給我打來炫耀了 看一下我們的車陣好不好 我們人那麼 欸很多人欸天啊 然後路上太擠了 我們有那麼多人 哇賽 你看我們的 好像可以比喔 可以幾個 等一下我到西門町站打給你 你們要走了嗎 對 我們現在在任意 接聊 然後我們下一站 好吧 那我們等一下 終點見了 好 終點見 拜拜 以前有一個比較有趣的車 就是有一個車員 他們有一個禮拜 對 目的 對 可是他每次都沒有拿到他 那他是來幹嘛 神拍照而已 沒有 他就是 其實他 就是他不是騎很多車 他是騎一板 他就是騎一板 但他去騎腳的通勤 對對對 他的通勤他每個禮拜 就是都會 都會 然後 就是 就是審視 管理就是不正 然後要檢查我們的 是太晚來對不對 對 所以我 他差不多都八 有四十 差不多 我們現在是八點二十五分 你現在是還有 我現在是還有 還好 還有 還有咖啡可以 還棒 蠻有趣的 那我要裝一點囉 感謝你給我 非常幸福 來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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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對 他都拿那個來裝 哇塞 他每次來都是用那個 很像剛喝完 但其實不是 他有洗乾淨 真的假的 確定他不是昨天剛喝完 然後早上出來 他不是出醉 對對對 蠻酷的 但其實還有很多 我們這站有很多 那你再分享一下 味噌湯碗 為小朋友喝的 奶瓶 所以東門站的朋友非常厲害 就是各種容器都有 要創意一點 真的真的 感謝你們 我們這邊 大家都比較正經一點 真的假的 就拿完就走了 不過有人會拿一些 比較有趣的杯子 喔 比較有趣的杯子 會拿啤酒杯 蛤 我剛剛上一站也聽到這個故事 該不會他就上一站是拿味噌湯 他拿味噌湯 但也拿啤酒杯 對 沒有他是拿那種 就是大杯的 就是乾杯用的那種大杯 大杯的 所以你們這邊也是有一些特殊的秘號 我們這邊也是很酷的 對啊 感謝你跟我們分享 好 裝咖啡 好 可以給我一點點就好 OK 謝謝 乾杯 好喝 他已經匯集了六站的精華 我剛好發現 沒錯 下一站 我們下一站要去南京復興站 GOGO 對 我們現在來到 我們這個路線的最後一條路 就是 南京復興 對 南京復興 南京復興 我當站長的時候 因為我這邊有放一張名片 喔 有名片嗎 然後這是我的名片 然後就有的 有的阿姨就是透過我名片 或是 他其實沒有透過我名片 也可以從網 就是Google上搜尋到我 然後他就搜尋到我 然後加我的Facebook或是Instagram 或是來 就是蠻多阿姨的 然後就是下班 還在問我有沒有咖啡 下班也要問 對對對 他想說下班也有 就是下班期的意思 單車通勤就有上班吧 對 就上班 那他們就是很喜歡咖啡 然後很喜歡點數 就到下班的時候 還在問我說 是因為點數嗎 不是因為就是不用錢的 對對 也是 因為點數也不用錢 點數真的很便宜 那點數可以幹嘛 對 點數的話可以 如果集滿八點的話 可以換這些 我今天跑八個站也可以拿到這個嗎 不行 我們只能一個禮拜一點 好一個禮拜一點 對對對 所以不能一天跑八個站 還是要遵守我們的規則 沒問題 好希望我可以早日累積到這個 兇章可以貼在這裡 好好好 感謝你跟我分享 那我們要趕到下一站 好沒問題 因為九點半要關店 OKOK 但是我們最後站在建南路站 對對對 所以有點遠 有點遠喔 我們要飆過去 好好好 謝謝你的禮物 謝謝 好感謝你們 謝謝 我們終於到了 建南路站 真的 但是我們遲到了 我們九點三十八分到 OK啦OK 真的很快 我們落後 九分鐘而已 九分鐘而已 對因為我們二十九分壓線 而且我們路線很難走 因為我們剛剛要從那個 南京復興的時候 我們其實才九點十分十五分 對 但是我們要過來這一段 是真的有點太遠了 我們繞了飛機巷 然後又上大直橋 喔對 所以這一段超崩潰 太棒了 成功 耶 我們一起拍照 一起拍照 送給站長 喔對 辛苦Lulu 好不會 特別加班等我們 真的 線上最大禮 直接那個耶 手衝耶 超帥的 這是最後一站 終點站才有的 真的 哇 成功 你跟哲瑞分享一下 今天的那個過程 你們這路線有遇到什麼 有趣的嗎 有趣的就是 那個台北市的早上交通 真的是蠻驚人的 而且你們那邊都是市區 很可怕 然後公車就是瘋狂的 對 我們就一直在骰公車 我們也一直被公車 就是追來追去 然後因為公車其實 可能上班時間也在趕 所以他們也沒有在管 所以大家自己 早上騎車真的要小心交通 對對對 然後 不要像我們這樣 我們是跑很多站 其實單車通勤的目的 就讓大家可以從家裡到公司 就好 就找一個站點就好 像我們這樣是為了所有站點給大家看 但是其實 有點跑不完 對 真的是有點跑 像我們這次實際測試 哲瑞八個站 我八個站 其實真的是 時間很緊 就是大概要花兩個小時出頭 我們剛剛 今天真的很有趣 因為我們這隊裡面 有BMX 有公路車 然後有公路車 然後我自己騎E-bike 我們是 大部分都公路車 有U-bike 有U-bike 我們真的什麼車種都有耶 湊齊了 超棒 因為單車通勤是 概念就是這樣 大家自己身邊有什麼車 我們本來也有一個 E-bike U-bike的朋友 他就真的直接過程中 就騎去上班 他真的是通勤 酷 今天大成功 大成功 我們要去喝手沖咖啡 對對對 真的謝謝大家來 然後也再次跟大家推廣 就是每週五的早上 七點半到九點半 台北是有各個站點 總共有十五站點 你就找一個離家最近的 或是上班會經過的 對 然後有一些站點是有冰咖啡 有些站點是只有熱咖啡 就是大家可以自己看 離你最近的 有什麼站在服務 然後記得 攜帶自己的環保杯 不要到現場 可能沒有東西裝就很尷尬 還叫帶環保杯 好不好 一次性的熱車 真的不要製造太多 沒錯 單車通行日成功 耶 下次見 拜拜 拜拜